嗨大家好,這是肥波 今天又給各位帶來的是 高雄人舞區一日美式地圖四選 分別是人舞生草鴨肉羹 江西傳譯風味外神麵 以及人舞烤鴨 最後是大高雄鵝肉店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這位觀眾朋友,首先第一站 我們就來試一下位在人舞運動公園附近的人舞生草鴨肉羹 很久沒有感受一下這種大火爆炒、鍋氣十足的鴨肉羹 那是非常的懷念 那高雄標準配置再來一碗鴨肉飯也是相當合理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來用從它的鴨肉羹起手 除了鴨肉片以外,還有滿滿的洋蔥、筍絲等等的 你真的是光攪拌,就可以聞到非常顯著的香氣啊 相比這種清爽甘甜、小新新路性的鴨肉羹 個人百分之百還是更愛中 大火爆炒過的 配在它羹湯基底的甜味之外 補上非常顯著的鍋氣感 雖然說你們的鴨肉,你要說它到嫩其實不會 比較偏這種紮實為Q 同時呢,又會再補上它的麵 筍絲跟洋蔥的脆度口感喔 而且因為它裡面的鴨肉呢,都是有帶皮的 所以說吃起來那種油香跟Q度 都會更加的顯著喔 再來就爬一下它的鴨肉飯 一碗好像是60塊,還有附上青菜喔 主要在於它醬底 那種鴨油的香氣不會說特別的顯著突出 但是口感上意味的還滿嫩的 最後呢,就來個鴨肉羹湯泡飯 微Q的米飯,包裹上濃稠的羹湯 我家通常如果有訂冷凍鴨肉羹的話 這個主要真的是我的最愛 最後呢,就給老闆剛才抖內的鴨米血收尾 估計是招牌啊,看起來非常的滋潤 覺得是本頻道拍過前幾濕潤的這種鴨血糕 而且因為它有再淋上一點麻油 所以說吃起來呢,就不會說過於單調 好的各位,總結言呢,人五身炒鴨肉羹 下次來我應該還是會點一碗鴨肉跟配上鴨肉飯啦 畢竟濃稠的羹湯包裹上米飯 這個組合真的就是療癒感滿滿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觀眾朋友 記得下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人五在地非常好的麵食專門店 它就是江西傳義風味的麵食館 究竟這碗看起來非常簡單純樸的豬肉飯麵 有什麼魅力幫各位好好的感受一下 看起來應該是麻醬的基底 再搭配上一點豬油的感覺 攪拌起來那是相當滋潤 然後呢,如果你點乾拌麵的話 都會再搭配上一碗清湯 各位各位,入口第一個感覺 醬油的部分那確實有點意思 整體麻醬的香氣是非常的顯著 但是質地卻又保有一定的清爽滋潤感 而且呢,因為它是這種寬扁麵嘛 所以說整體的麻醬能力那絕對是一等一的 我覺得真的就是一碗 口感跟醬底都很到位的拌麵 同時呢,在麻醬的植球香氣之外 又補上一點類似豬油的鹹香 達到一個很舒服的鹹香麻平衡 我個人喜歡吃的麻醬麵還是這種 香濃而不過稠 吃起來才是最爽最爽的 我們配上它裡面的豬肉片來吃一下 豬肉片本身呢,就稍微小補了一點 比較偏向這種紮實的口感 同時呢,補上點淡淡的醃漬香氣 最主要才是讓它麵底的優質口感來秀啦 最後呢,就以它的清湯收尾 喝起來甚至有那麼點像是 日本牛尾湯的那種感覺 清爽,但是又不會說過於單調 同時呢,又會再補上點微甜的醬香 好的各位,總結言呢 詳細傳譯,風味外舌麵 麵條的口感,個人是真的喜歡 而且呢,其實它還有很多滷味可以選擇啦 來到人舞呢,充分可以來這邊嘗試一下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人舞在意的招牌美食 它就是為在鳳仁路上的人舞烤鴨 這一鴨相當浮誇 表定2點開,差不多1點50 真的就是直接客滿 究竟是多好吃,幫各位好好的感受一下 那我那點呢就是一個拌鴨腹餅 320塊片皮鴨跟三杯炒股通胞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趁脆 來感受一下它鴨皮的魅力 OK各位,一口下去能夠充分理解 為什麼還沒有開店就會客滿 單路外皮的口感 充分可以跟很多賣烤鴨的餐廳拼敵 甚至是更加的驚艷 薄脆感跟豐皮的鴨油用之間具 但重點是我覺得它烤鴨本身的刷匠風味 確實是很不一樣 用鶴蠣鴨群來形容那是相當合理 我們再來一遍 爽度真的是滿高的 當然啦,如果你是外來回家的話 想要保留脆肚應該是有點小困難 所以個人還是強烈建議現場 真的才是最爽的 而且你吃得出來它的甜麵醬底 應該也是自己調配的 跟它表皮烤這個醬汁相輔相成 再來就試一下它的烤鴨甲餅 來說一下 透過它大蔥段那種青香圍嗆 跟甜味十足的醬底 還有鴨油香氣 達到一個很和諧舒服的平衡 而且我看它的餅皮都是現場做的 所以說腳感上就不會過於硬Q 甚至有那麼一點接近烙餅的口感 連皮帶蔥配上肉同時入口 那真的就是油脆油嫩還有Q啊 最後就與它的三杯炒骨收尾 320塊有這樣的份量 其實那是非常的划算啊 吃完烤鴨甲餅 來上跟表翠麵的烤鴨腿 啃起來是非常的爽 同時又會再補上甜麵醬香 跟九層塔的清香風味 最後呢再來一組烤鴨甲餅收尾 好的各位 總結而言呢 人物烤鴨 把它稱作人物地區的招牌美食 那覺得是毫無疑問 個人覺得充分不會輸給 台北華國飯店他們家的烤鴨 外城的脆度非常顯著 同時刷醬又很有自己的特色 來到高雄充分可以來這邊傳吃一下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站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烤鴨吃完 我們改吃鵝肉 這一間呢 就是位在水管路上的大高雄鵝肉店 也是人舞在立北安行的招牌美食 那我給的呢 就是一個小份的鵝肉 搭配上鵝油飯 以及一份綜合下水 吃肉屁飯簡單粗暴 那我們首先呢 當然要從它的鵝肉切盤起手 看起來應該是前胸的部分 然後呢 還有再搭配上滿滿的豆芽跟韭菜 感受一下 相對我們前一家吃的烤鴨那種脆嫩對比 鮮水而感受的呢 就是一個非常優質的軟嫩口感 而且因為它切的厚度也夠 所以說嚼起來的肉感是非常爽的 我們搭配上點沾醬來試一下 搭配上這種微甜的油膏 基本上呢 會把那種鹹水獨有的風味給掩蓋過去 不過相較之下呢 那種下飯感也是更加的強烈啊 鵝胸吃完呢 還可以來個一口 鴨油豆芽拌韭菜 整體鮮脆度 比武器還要再更加突出一點哦 好的 那我們最後就以韭菜 和中和下水收尾 看起來就是鵝肝心珍藏通包啊 專業的鹹水鵝肉 通常它們內臟內的處理 口感也都是非常好的 有它鵝針的脆Q 鵝肝的綿密感 以及它鵝腸更加顯著的Q勁質地 那當然呢 還有滿滿的韭菜 所帶出來的鮮脆口感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期的高雄人舞區 一日美斯徒四選 人舞區雖然說一般遊客可能比較少來 但是意外的好吃的其實也還蠻多的 尤其是我們第三家人舞烤鴨 好的那就這樣啦 詳細的大家資訊 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說明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在會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不醒來